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边就是强大的雷雨 那么继续在现在已经在我们休斯顿受到了影响 不过还是有些地区可能就像Fortbank County这些 这个比较西南边 西边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小 有可能看到的雷雨 这个别的地区强大雷雨这些地区 这个雨势就来来去去一点点 甚至于阳光还是很热烈的 我们可以看到从礼拜一开始一直会持续到礼拜三到礼拜四 都会是雷雨比较大的这个情形 而礼拜二 礼拜三会比较会出现是最大的这个强阵雨 有可能在部分地区会有淹水 所以提醒大家 那么在今天的话 我们的这个东南边 它是一样要提醒大家多为的注意 气温当然受到了影响会有所下降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准备的是 这个Hurricane Season从6月1号展开了 我们在现在还是不要掉以情形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区域 也许这一次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地区压的系统 不会影响到你居住的地方没有淹水的可能 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做好事前的准备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呢 就是在休士顿有一名26岁的妇女 现在承认是诈欺救灾贷款的电汇诈欺罪 这名妇女叫做Kalia Douglas 她说呢 她说她是用Instagram 在向SBA小型企业管理局提交假的COVID-19的申请 就是她其实并没有受到COVID-19的影响损失 而提交的是这种假的诈欺申请 根据美国检察官现在说 这名Douglas这名女子先收取了100美元 向政府收取了100美元 后来又收取了2000块美金 联邦政府说Douglas还向FEMA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交的是 其他人的申请款申请表都是诈欺 包括了八份和巨峰Laura有关的申请 同时也被指控她还在Kansas州提交假的失业救金申请表 使用的是别人的名字 还有别人的出租公寓 还有别人不是她的这个银行账户 都用这个假的虚假冒名 然后呢存入假支票 所以现在有关当局联调局发现 包括她的手机和电脑都有大量的证据 与诈欺申请有关的简讯和电子邮件 还有虚假的税务文件和伪造的政府身份文件 这一些证明 现在FBI说 26岁的Douglas提出了价值超过50万美元的索赔 实际上她支付超过35万美金 也就是说由政府方面拿到了35万美金 她的这个收入大约是23,775美元 这个23,775美元 这就是她的算是她的服务费吧 现在她可能会被判处最高五年的联邦监狱的监禁和35万美元的罚款 再来我们看到这是来自Galveston的消息 我们在Galveston方面的话 有一座桥 在今年的5月15号被拖船撞击之后受损 这一座桥呢 我们如果用翻译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替湖岛的提道 现在在TexDot在进行维修工作 关闭了她的交通 在过去的整个周末呢 TexDot交通部在不同的时间停止交通 而今天已经开始恢复 只是在 这只是修复整个这个岛礁 岛礁的第一步 那么接下来还会有其余的工作 要继续的安排 在Galveston方面呢 这个叫做Pelican Island Causeway 我想到Galveston玩的朋友 可能你都知道 都晓得 都会看到会经过Pelican Island Causeway 而朋友们看一下地图 你就知道这个Causway就是 由Galveston岛到 这个UT Medical Branch 它在这个UT的医学院 在Galveston的医学院 而我们要去做Ferry的话 也是一样哦 也会Ferry会要经过 会要到Pelican Island 所以这一个这一条道路 或者这个Causway的话 你是从Highway I-45到进入到Galveston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在Freeway方面 I-45会另外差出一条 那个就是Pelican Crossway 所以朋友们这样子讲 我想你应该就知道了 在5月15号被这个拖船撞坏了之后 那么现在正在维修 而在今天的话 已经开始部分时间可以通行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下边 这是对于在我们休斯顿市的朋友们 如果你习惯骑脚踏车 单车来通勤 这个在休斯顿由一个非盈利组织 所提供的自行车共享计划 即将要停止了 这是十多年来 那么在计划实施之后 现在第一次也是可能就是终止这个计划 这是在2012年 由休斯顿市府所创建的 Houston B-Cycle计划 近年来发展到多达160个站点 而他的董事会的成员说 因为收入下降而成本上升 还有基础设施恶化 他们在这个月底 两个礼拜之后就要停止营运了 这个非盈利网络提供传统自行车 还有电动自行车来作为交通方式 当然也用于娱乐用途 在去年秋天由市政府获得50万美元的补助 而当时的计划是Houston B-Cycle 要继续营运 一直到Metro 也就是大都会捷运公司 或者说巴士 能够有自己的网络为止 现在B-Cycle的董事会副主席 则表示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他们认为共享单车对修士顿来说 是非常好的 但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的 在财务状况艰难的情形下 继续营运下去 而Metro的董事会去年9月也投票决定 要斥资1000万美金 和魁北克省的PBSC Urban Solutions 签订一个为期5年的自行车共享合约 只是这个计划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要正式的推行 或者是否会推行 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更进一步的报道 接着我们再看的 这是在Harris County和City of Houston 在过去这个周末 在这个市政厅 那么纪念世界虐待老人议事日 那么开了一个会 那么虐待老年人 有可能是透过经济剥削 或者是让他们孤立 这个孤独而发生的 来自Harris County的副县长 Luz Blanco 他则表示 剥削是最常被漏报的犯罪行为 也表示70%的剥削案子 从来都没有达到 都没有送到成人保护服务中心 也就是服务中心根本就不知道 没有人汇报 根据Harris County的寄宿家庭的执法部门 也就是这个Bording Home 它由2021年起 就发起以来 有170家的非法寄宿家庭被关闭 而这一些寄宿家庭 非法寄宿家庭 通常都有三名或三名以上的残疾人士 或是65岁以上的老人在这里 那么这个Bording Home提供他们的住宿 还有个人的护理服务 在这一次会议当中 他则表示社区成员应该要注意 有任何不寻常的现象 这种现象包括了老年人 他们银行账户有异常的活动 包括他们的外表 他们的情绪 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改变 都是我们在社会当中 在大众应该要提醒的 应该要注意的 毕竟只要活得够长 活得够久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入老年 也都会需要更多 对于长辈老年人 在这一方面避免被虐待 被忽视 被孤立的关注 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为自己 在未来进入老年的生活 对自己的一个负责 一个安排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每天有一万人年满65岁 到了2034年 美国65岁以上的人口 将会比18岁以下的人口还要多 而现在也表示社群媒体 也增加了另外一层潜在的剥削 有很多精通网络的社群媒体的人 有可能也会利用社群媒体 来从事对老年人的剥削 所以这是一个 所有的民众都应该要关注 都应该彼此协助 关心注意的现象 好朋友们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昏迷剑为朋友们翻译编辑和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了 稍不休息一会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